哈喽大家好,欢迎到KS看股 今天是5月21号2023年哦 今天星期天我们要重温一次 我们一个星期所讲过的股啦 我们不要一讲了,就忘记了啦 自己爽,自己讲自己爽 所以我们今天要看一看 看上那个我们所 我们所讨论过的股 到底他是跟着我们的分析 这样子一路的继续跑 还是他有他自己的方向 他一个大转弯什么都好啦 所以我们重温一次看下他第一步 第二步跑到没不没,如果不没的话 我们就放了他,如果他继续他跑到没 我们继续可以继续继续就完了 首先看看这个明星的声明 请注意,本人并非专业交易员或顾问 分享个人的交易过程仅为娱乐目的 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意见,报导,研究,分析,价格 或其他信息均为个人观点,并非投资建议 对于应采用视频中的信息直接或间接导致财产或资产的任何损失 本人将不负担任何责任 外汇指数,股票,期货,商品,能源,贵金属等交易具有高风险 请您投资前妥善研究评估,并请根据您的交易需求 寻求专业财务顾问的建议 昨天我们有看大局,我们看这个国际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美国,这美股 那么越来越强,虽然很多这些大专家 一直都讲,都意料美国会跌进这个经济所谓的 这个股市可能还会跌多一层 看来美股,看来它也是慢慢的越来越强 尤其是近期这个科技版 美国的科技股,尤其是CHATGPT 这些AI 开始带动着美国科技的反弹 所以我们在下个星期,我们再看多一层 因为很多美股,很多美国指数 现在它在主力这边 如果它突破主力继续上 可能这个市场真的不会有跌多一层 不会再有一个这个市场的大跌 大跌多一次 我们看看这个本地先 看下这个消费版AX AXOK啦,继续再跌 它这边收到这边有一点1.78 1.8这边有这个尾巴 有一点很多人在卖 但是它一跌下来 它又推回它上去 它在这边 你看它还是继续的充 它没有一个大红蜡烛 看来它暂时还是OK 看它很有机会 它能充多一下子 来这个2.1这边这个目标 到这边要小心了 也许它会回调 现在我们看这个 我们的自动盈利 它没有卖的讯号 其实还是OK 看来它暂时还是有机会 可以继续上 看Bertama Bertama开始回调了 Bertama这边又有背离 我觉得Bertama 看来好像炒完了 它有卖本 它也有很多人去买 也有很多人去买 很奇怪 大量的卖 然后又有很大量的去买 也许它要炒本 怎么样对我来讲 怎么样是才高的 我是不会炒的 又有背离 我是不会追的 Sign Sign 那天突破 这个1.32它突破 它冲到了这边 1.48 1.48 这次还OK 它没有大量的卖 还没有大量的卖 红色还在50上面 这次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去1.64 如果它迪回去 这个1.32下面 你要小心 OK Ka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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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16 7216炒一天 这个月季出来很好 炒一天就跌回下来 不能了 Kawan暂时不要玩了 它不能 它不能 它不能持续的上去 现在一个 一个gap down 又跌回下来 不能 Kawan不能 Ka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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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完蛋了,可能还要下 现在看来呢,它是还有机会的啊 因为它是在一个低点啊 我们看这个自动盈利 我们看它就是 这个价值投资啊 价值投资,它是做了 它是在一个低点,然后它做了一个投键 它是慢慢的上去了 它反弹的投键,它是慢慢的上去 它在这个通道里面呢 这条通道里面暂时是ok的啊 它在这个通道里面暂时是ok 它在这个通道里面,长期啦 这个我觉得长期啊,它是ok的 它是慢慢的要回调的 它慢慢的要转弯上去了 它已经上了一轮了,现在它在调 可能调调调调一阵子,它可能还有机会再上 KAB KAB也是啊,你看长期哦 KAB它开始做这个更高的低 如果它能冲破0.335,它做了更高的高 所以它开始做一个上升通道 这个你要小心看 这个长期也是有机会 你看它的黄色啊,开始超过50了 开始超过50了 如果能到75呢,证明它有机会了 但是它,它开始有啊 这个长期反弹的这个症状 CMSB CMSB 炒完了啦 CMSB 285 它这边有一个头肩 看到啊,它做了一个头肩啊 它也跌破了颈线啊 看来这个长期会下跌了 它已经炒完了 MGB MGB也是太高了啊 它已经冲 它已经冲一波很高 所以它开始要调 暂时我觉得等它调下来先哦 MGB MGB是7595 啊 嗯 Pers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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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11 8311 Persona 车在通道底 也许有机会 继续到顶 它突破0.205 如果它突破0.205 也许有机会的 现在它长期 它在一个 它是蛮低的 它是在一个低点 长期它是在一个低点 这边啊 它在一个 两毛左右 它是一个低点 它是一个低点 但是它 它的反弹呢 是一阵子一阵子 这个啊 它是一阵子一阵子的反弹 所以你要小心 它反弹也不是这样 可以维持很久啊 你要看啊 它是在一个低点 这个Persona 看来长期也许有 这个啊 长期老底的机会 但是它必须要 它必须要有2% 必须要有2% 突破这个0.205 也许它有一个 反弹的机会 这个要快 反弹它也不能持久很远 它不想一反弹 它就一直上去了 反弹一阵子 它就会跌下来 所以它不是那种可以 可以讲 可以玩 可以持久 持久 持久10年啊 5年啊 那些啊 就是它没有这样好 人员 等那个Dialog Dialog不是这样好啊 Dialog暂时呢 它 它开始下跌了 这个7277 然后开始一个下跌通道 它在这个下跌通道里面 不要玩 等它突破这个下跌通道 你跟着我画一个下跌通道 等它突破这个下跌通道 才讲 等那个 等那个OK 等那个要到目标了 等那个这个10块钱 差不多要到了 9块8了 再上多一点 也许你要套利了 Pnergy SolarVis Sunview Pnergy Pnergy呢 我觉得它开始在横盘 要等 但是看不到的方向 它已经冲了一轮 可能这边会做头间 等它有突破0.935 SolarVis 慢慢的上 还OK 看那条机会去1.06元 1.15还是OK 公司动力超过5 25了 还OK Sun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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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做了双顶 它开始调这个 除非它能突破这个0.76 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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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能突破 你要小心 它这个有做了双顶 你要小心 你要小心 双顶 你要小心 OK Desmalat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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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可能双顶 你要小心 要开始调下来的 这个也是看来不能 所以我们讲啦 它这个其实它突破 它必须要突破这个顶 上一次的高峰 它突破不了 它就 它有可能下来 因为你看 这个可能也是给这边 0.34的目标 所以它很可能双顶 这个可能不能 看了 医疗MGRC MGRC炒股 GC店 没有东西看 还有 Ahealth 也是太高了啦 不能追了 虽然它才是要上了 但对我来讲 太高了 也许它能上多一点 4.38 4.38 银行目标 Affin 那边是到了 7090 还有HATTA HATTA HATTA继续上 看来再借债利 有机会来到这个3.02 可能 上多一点 可能它在这边3.02 它也要调了 所以要套利 要套利一点也OK 现在套利一点 如果等到3.02 再套利也是OK GO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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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尾巴 很长的尾巴 1.55 这个主力很重要 我觉得它会提供下来 再重四个 现在红色动力还是满了 差不多满了 差不多超过75 是很强 还是很强 我们看它这个 HATTA HATTA也是蛮强 它跌了一点 它也是超过75 但是还OK OK 我们看这个 补业 PGA BUMI PGA BUMI 你追草股 就是有这个危险 一跌 本讲啊 股票 爬楼梯上 爬楼梯上 从窗口 從窗口 跳下 跳下去的 从窗口 跌下去 爬楼梯上 从窗口跳下去了,一跳三四天就完蛋了 他的这个 这边一下,这个是几多巴仙 我猜这边有百多巴仙了,他几天里面 几天里面,一下就跌了 三天里面 不小心了,不要乱追了 已经冲高了,都不要追了 冲高了,太危险了 SEGM SEGM开始下跌,那天他炒一轮 炒一轮不能,一个大尾巴,不能了 就开始又跌回下来 他做了一个下跌通道了,现在是不能了 你看这个工业板块也是不能了 开始跌破了 Sign Dex Sign Dex 也是在一个下跌通道 他没有突破,没有突破就暂时不要玩了 Dorven Dorven也是在下跌通道,他有一点点要突破了 有点高了,对我来讲也是 不是太好 Dorven可能还要冲多一轮了,要小心看了 看多一下子 看他能不能突破这个1.45 Tex Cycle Tex Cycle正在调,正在有一个 Tex Cycle我觉得他做了一个什么 这个下跌通道了 0.85 0.85突破有可能还能去 他不能突破就暂时 太危险了 MC MC 里面一个 一个窃口充胀器 不要追了啦 很多 有尾巴,就算MIDF 他目标到了 很多有尾巴在这边 看来 开始卖了 最好啊 有gap up 最好 追就比较危险了 这个炒了一轮的 这个HOME HOME 这个炒了一轮的 这个一个窃口 这种辣烛就很难看了 很难 很难去分析了 这个是5000 5000 OK 最好这个不敢追了 有个窃口 然后 虽然他有量了 虽然现在正在炒了 很危险了 很危险了 追进去很危险 可能还能去吧 很危险了 我也不是很熟啦 这个 这个股 第一次看罢了 不是很熟 很少看这个股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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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破 在0.9 这个0232 在0.935 这边有点主力 有点被卖下来 因为这边很多 肥巴 but 要小心看 如果他跌了下来 跌破0.825 就是上升这个 上升局势这个底 这个底 就不能了 如果他没有跌破 他还有机会的 还有机会 因为他红色动力还是很强 还是超过50的 CEB CEB 他在这个横盘 这个1.23 你买也有可能去1.50 跌破1.23就要逃了 不能了 他是在这个 横盘的这个 横盘通道 横盘通道 就是买通道底 卖通道底 这个他的 空间好像不是很大啦 你要玩也是 10多巴仙 很难玩啦 空间不大 很难玩 要有这个 通道呢 他的宽度有 20% 30% 40% 才OK 10多巴仙的通道很难玩 KORBE KORBE KORBE一直在跌 暂时不要完整 KORBE6957一直在跌 等他跌便宜便宜 看来有没有的老底 OK Matter 钢铁 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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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6 有一个小反弹 一个反弹 又一个红蜡烛 来看来他不强 我们也是看 昨天看这个国际也是看不到这个 钢铁 钢铁的动力 OK 我们看 中指 答案 答案 做了双底这边 答案有可能啦 他这有一个双底没有看到啊 这边有一个双底 他是有可能他景线在这边 答案 他刚刚突破 如果他能守在这个景线上面 3.37上面他是OK的 他是有机会慢慢的上 有现在这个只是这个 这个什么 种植有点动力了 种植Sign Plantation 也是慢慢的上 5285 看到他应该还有机会慢慢的上 红色动力也OK 25% 还OK 他不会很快 不会很强 他是慢慢的 好像是慢慢的 爬就上去 马当 马当没有东西了 虽然那个STAR要买 要买他的股权 要买他的股份 但是他还是在横盘 房产 房产 manand ytl manand已经到了目标 已经超过目标 好像他就做了一个更低的高 我觉得他要调下来 我暂时这个要等 这个要小心了 日子是要等了 要小心 我觉得他要调下来了 ytl ytl他突破 好像还要再去 还要再炒 对我来讲 公司动力也100% 还要炒 对我来讲太高了 有点高了 alisa也炒卖了 我等他调下来先 Bajaya land Bajaya突然大跌 要小心 Bajaya land也是这个 4291也是开始跌 我觉得这个暂时 也没有什么理由去追他 暂时等他掉下来先 他要做那个快铁 他开了一间公司 要做那个快铁的这个工了 SB30 SB30 OKSB30 他讲做反弹 反弹做不成 因为他 突破不了这个景线 这个要等 等他跌跌跌 接下来再做一个底的这个 模式线 暂时不能 暂时不能 GoGo GoGo land GoGo land他在一个上升通道1503 然后就有机会 他突破这个0.67 可能他还能去 这个你要看 UEMS 现在UEMS是三角形 我再 再调 我要等 5148 5148 现在三角形 他突破0.28 有机会 你小心看 他在三角形的调整 看他是调上去 调了之后 从上去也跌下来 OK我们看科技 Gtronic Gtronic market 正在跟他 正在跟他做底了 正在 有个双底 他突破1.18 他是有机会的 他长期他是有机会 现在他是做一个底 好吧 现在科技版 今天比较难了 就算他突破的 都好了 我觉得他要时间了 他要如果要他长期反弹 要时间 现在 今天这个 科技版是 炒完了啦 上次我叫你讲 我跟你讲 大逃难的时候 是炒完了 就好像手套 我跟你讲 手套也是叫你逃难的时候 上次是炒完了 现在他已经到底了 科技可能还没有到底 手套到底了 他又慢慢回升了 啊 s 也是没有东西看 再调 啊 smrt 太高了 已经到目标了 现在开始 做更低的低 我觉得他要调下来 暂时 id max id max 报告蛮不错 id max 报告不错 他一创到1.49 1.49是一个很大的阻力 很多次他创不破了 深夜开始又开始卖下来 暂时我觉得 1.49是他的很重要的阻力 他创不破 他是很难再上 Lufu Lufu 科技口最好不要持有啦 今天不要守长期啦 他做了鞋的头肩 我觉得他有什么反弹 这边 有机会放放了啦 不能啦 今天 不要玩了 这些 sfptech aftech也是开始慢慢的调下 也是暂时不能 还没有突破什么都没有 vns讲了 Dnext Dnext 那天有 大反弹一轮啦 因为那个EPF啦 EPF有进了 所以现在又开始慢慢跌 你知道EPF进了 EPF不是他在 他不是找他最低点进 他觉得他的价钱便宜 他就会买卖了 他会守很久 他觉得他在10年5年有机会反弹 他就守 啊我们 如果你没有 如果你没有输这样长期 你会恐惧 因为你进了 我跟你讲他没有做一个底的模式 像Sontown那些做底的模式 我跟你讲 有机会 还没有做底可能他会跌多一层 很多人就会会恐惧 买了会跌多10多20% EPF他们没有管的 他们 他们在跌他们就买 他们觉得这个公司有好的 他们会分析 他们会 average in 去买 所以 也许他觉得 现在可以 这些便宜他买一点 再跌他买一点 就是 然后他们是守五年 十年 所以他们 不同的啊 所以 如果你要跟 EPF去买 你要有 你要能持有 你要降久的这个概念才可以啦 因为有可能他还会继续跌多10多20% EPF他不怕的 因为他们不是这样子玩的 他不跟我们玩的方法是不同的 他是长期 长期的玩 他可能有个小版 他还是慢慢上了,这个你敢追,你可以试啦 我是不敢追的 TIME是蛮夸张的,他上了蛮久的 是我在这边下面我会追的,已经倒降严了 我是不会追的 倒降严了,我是不会追的 运输 运输 给运输也是暂时不能,也是慢慢调出下 PHIC 拿到那个陈水亭的那个project 我还是去一下,没有人敢炒 没有人敢去炒他们 Post也是一直在亏钱,也是没有东西看 等一下 Salute Salute暂时炒完了啦 暂时他在这边调啦,谈不到什么东西 除非他突破1.09有量 可能还可以追一点点 STAR就那天炒了 炒完了啦,STAR 现在调下来 MC Holding MC Holding 有点高啊,有点追高啊 他有一个珍珠,看啦 他开始他要下调的模式 你看 他已经做得更低的低了 看来,他开始要调上来 他开始要调上来 Balways 不用讲啦,他的老板 现在给这个反弹 抓去问 调查,所以 你敢玩也要玩,你可以拨一拨 我是不敢玩啦 太危险了 可能他有一个大反弹 如果他没有东西,他是清白 他可能有一个大反弹 如果他是有问题 他还会去跌 OK,今天我们讲到这边先 我明天再谈咯 记得下个星期啊,如果是Zone Class 你要你注册了这个自动引力 下个星期华语的是28号 英文的是27号 10.30 记得WhatsApp我啦 018-392-3129 拜拜